要開始了嗎? 好,可以開始了 好 哇 我沒有想到我從三十歲已經到到五十歲了 然後居然就是跟著精靈環舞一起 三十是什麼? 而立 五十是知天命 中間經歷過的適時而不迫 所以我覺得精靈環舞舞團 能夠二十年對我來講 我也沒有想過它可以耶 它居然可以 我可能就是一直不斷的在走吧 當然你說中間我會不會有挫折 很沮喪的時候 有 我可能不是只有一次就想要把寶寶寬來 不要再嘎 其實我一個人家我可以活得很好 為什麼要拖著一個叫精靈環舞的脫油品 算是真的 因為舞團 它其實還比教師還賺錢 尤其在我精靈十年的時候 我就搬到了現在這個場地 可是我還蠻感謝我自己說我自己還蠻樂天的 因為就是說 你要在商業跟你要在創作的取捨 我真的選擇了創作 因為在商業的地方 你Flamingo 你根本就是會被人家 隨時都會被人家趕出去 因為我們Flamingo 你無論怎麼做 它都無法防到震動 所以在十年的時候 我做了很重大的決定 我搬到了北投資這個地方 當然我流失了非常非常多的學生 可是我們也並沒有這樣子 沒有存活過來 所以我常常在很困惑 或是很沮喪的時候 我會禱告說 上帝啊 你如果覺得精靈的話 我值得留下來 請你幫助我 怎麼樣往前走 那他不是說你告訴我要往前走 而是他讓我繼續有信心繼續下去 不管是我沮喪的時候 我旁邊的人給我信心了 或者是我沮喪的時候 做不下去的可能是我的孩子回來了 或者是我的團員 甚至是我那些不移不棄的學生們 不移不棄 我們一起從很年輕到有點老的 其實我們說 我們一起經歷過 他的孩子也長很大 我還記得我的孩子 就是你仙仙剛出國的時候 我還在沙倫的教室 就是像今天禮拜三的班 我可以一邊暖身 然後一邊哭耶 然後呢 他們就跟著我一起感傷耶 當然那一群人 有些人還已經不在 我還記得有一次 仙仙就從西班牙回來了 剛剛又是禮拜三的晚上 然後仙仙就跑跑跑 跑來抱住我的腳 那都是前幾年 所以我今天跟我的學生就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你們參加 因為二十年來 你們是不移不棄的老師 所以對於我來說 他變成 經歷化我變成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甚至我的那個 我的身體的一個烙印 二十年來 從沒有教室 從流浪到被認可 那當然到現在 我們雖然說也不是特別有錢 可是我們總是把我們可以的 盡力做到最好 從來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是不是有那顆心的問題 然後 我相信 經歷化我會一直走下去 不管是走到山邊 走到海邊 走到每一個需要經歷化我的地方 然後這裡就是他的基地 我也不知道我們可以在這邊多久 那我相信經歷化我會是一個精神 會是一個象徵 而不只是一個所謂的具體 但是就算是一個人 我會想走到最多的地方 做個小的地方 然後就要去做個小的地方 我會想走到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會想走到最多的地方 我們會想走到最多的地方 精靈晃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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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直講精靈晃舞是脫油瓶 害我都不知道怎麼繼續講下去 唉 2000年的時候成立了精靈晃舞舞團 2000年的時候呢 先先才五歲 然後現在是2020年 今年我已經 25歲了 所以這一個 相互看著彼此長大的 精靈晃舞跟仙仙呢 一起度過了20年 其實在當初 賀老師 跟我說他想要收掉 精靈晃舞舞團 然後呢覺得精靈晃舞舞團 尤其是在舞蹈教室這個部分 確實是 某種程度上的脫油瓶 然後就像是一個 又甜蜜又幸福 可是呢卻是很辛苦的一個 負擔 那個時候我剛回到台灣 然後看著賀老師帶的 成人的班級 然後英軍老師 還有佩玲老師帶的 不管是爵士還是 Flamingo的課程 然後再到我自己剛帶的 這一批舞團一班的孩子們 其實那個時候 心裡滿 滿難過的 雖然說 知道那個背後真的很辛苦 你要扛起一個 舞蹈教室然後大家的責任 大家學習的責任 我覺得精靈晃舞團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大家庭 有愛 然後呢 這一份愛是很嚴厲的 從我們的種子培訓 然後再到成人 我們所有的老師面對他的學生 都是以他最專業的角度 但是最有溫度的方式 去面對我們的學生 我覺得走專業在台灣 確實是一件很辛苦 但是很美麗的一件事情 我們面對學生的方式 就如同我們面對團員 我們面對團員的方式 就如同我們現在在 在面對的舞蹈這條路 表演書這條路 他的淘汰制 是看這一個人的心 願不願意還繼續愛著舞蹈 跟愛著自己 這一份淘汰制 從來都不是因為條件好不好 或者是你聰不聰明 而是你願不願意 在舞蹈裡面成長 然後看見 一直不斷地成長 跟蛻變的自己 所以每當我們要再辦一次 成果展的時候 我覺得心理的那個負擔 確實是蠻大的 溝通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 從接受精靈幻舞團的團長之後 自己生命中最大的課題 然後這樣子的課題 跟過程中的一些挫折 我覺得是我最大的養分 所以呢 我要非常非常的謝謝 願意參加成果展 還有願意在精靈幻舞團 學習舞蹈 然後享受舞蹈 跟著精靈幻舞團的所有的大家 謝謝有你們 因為也才有精靈幻舞團 少了大家精靈幻舞團 就 就少了一個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很殘酷 但是確實 有了大家才會更完整 而這一個2020在自己的家 舉辦這樣子的成果展 它是一個二十的圓滿 我們不需要在外面 因為在今年的動盪之中 大家能夠在自己的家團聚 然後平安喜樂的一起相聚 然後用我們最喜歡的舞蹈 這就是彼此最大最大最大的禮物 阿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